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摩里的第八天了 然后昨天遇到了我们南冲的老乡 今天继续跟老乡他们大排量的摩托车一起跑 昨天是因为只跑了一个多小时 所以这个速度各方面的 他们稍稍等着我还好 今天236公里 不知道我要掉多长的队 不过目的地都是西林 所以没关系 而且跟不上的话直接到西林汇合就行了 看一下他们这些大摩托 原来一个人也是搞不定的 我的包还是今天依旧被他们给瓜分掉的 这样看起来他们更想摩侣 然后我只像一个城市骑行者 我的摩友队准备出发了 双骑KTM 宝马 400 还有300 下面就是黄河了 哇 这水可真浑浊了 最后遇到这边桥上比较堵车 但是我们摩托车可以轻松通过 到了 从反车行 很不幸 我们这边一个摩友撞车了 人没大事 还是瞎的了吧 我看你眼睛打几个扣 我看了 我说天哪有人车都马上跑去 我跑去 还好带着回去 对 没带回去的话就真的 受伤严重了 车这边还车这边还撞得有点狠啊 这边受伤了 它是那边那边小车车停在这边 然后 那边有大火车挤 可能是让车 这边好像档位撞掉了 复杆直接撞坏了 包也撞坏了 这边是散落了一地的零件 警示牌还是立着 这个大车是 尾灯撞坏了 把后面撞凹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 怎么撞的 应该是覆盖挂了的吧 现在是 腿有点伤了 然后直接叫来了救护车 现在是拖车过来了 摩托车和小车 都只有 拖走 摩托车已经完全报废不能骑了 因为它的档位和脚踏都没了 小河那是被拉到医院去了 然后他爸爸是跟过去了 车可能等一会儿他们拖走过后 帮他发回去 接下来就他们三辆车跑 其实我们上次吃饭的时候 他们之前也是说好 救他们三辆车跑的 小河他们也是后来加入的 安全第一啊 出行真的是安全第一啊 原来车是这样上去的 这好像才算是我第一次真正的经历了车祸现场 就以前虽然路上看到过不少车祸 但这种 让人赶快是挺深的 我再也不敢骑快了 我要慢慢慢慢 哪怕他们宣到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我也要慢慢跑 不着急 救护车 然后去医院拍片 然后拖车 还要维修 后期维修车 都是一大笔费用 因为他那个车还是借着别人的 借着朋友的 只有一个交钱线 其他什么保险都没有 我觉得这次亏大了 至少是几万区了 现在我们是 处理好他后期的一些事情 吃了个午饭 再过去医院看看他去 这边两位摩友呢 就要准备回家了 因为 小河需要照顾 然后河叔呢 就直接回去 跟他们一起把车拖回去 然后 帅哥的车 队撞了过后 现在还要去交警队 等一会就我们四位出发了 出一次车祸真的是好麻烦呀 一定要一路平安 一路平安呀 你就按照你的节奏慢慢弄 麻烦了不起 也不起 我们只回来 我们跑坏了 跑坏也不安全 不不接 对 跑坏的速度这么更安全 拜拜 好 现在呢 现在呢 就跟他们去分开走一趟 他们大排量的跟我跑 他们太累了 然后他们走高速跑 我慢慢的从国道 慢悠悠的过去 在西林区汇合 走吧 你们好吗 我们下来吧 我来说 我们在一个 还是什么 我们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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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